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如果是加号和减号是 那我们这个里面是怎么做处理的呢 我们注意一下 刚才我们是不是写了一个mask count啊 我们这个mask count里面可不可以再写一个 再写一个什么 mask count可不可以再写一个什么 你看一下 咱们这个里面的样式 看到吗 是不是从底下往上 下一个是从上方下 这是不是我们那天写的那个轮波图啊 能够理解吗 是不是我们那天写的轮波图啊 对吧 那也就是说 我们在这里就需要让它里面再做一个容器 让这个容器干什么 上或者什么 下 对不对 是不是上或者下 我们让这个容器内容上或者下 那让这个容器内容上或者下 我们就直接给里面添加一个数字 容器的数字 数字里面就一个就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呢 是当前的数字 再一个部分是下一个数字 我们用换行来做 用换行来做 给谁 给Mask 什么 添加换行操作 那Mask 看我们在这里设计高度是多少 25px 对吗 是25px吗 啊 那么里面这个内容 我们再需要给一个 就是给放在Mask 当中 所以我在这里再做一个谁啊 当鼠标点击时 我们再创建一个DIV 然后放在Mask 当中 放在Mask 当中 然后让它变化 我们在这直接创建一个啊 VRDIV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 NumberCall 它等于一个Document.CreatElement DIV 来 这个NumberCall 它等于这个DIV 并且我们把这个DIV放在了Mask 这个Call当中 点AppendChall的 什么 NumberCall 这个NumberCall当中呢 初始没有值 什么东西都没有 初始什么东西都没有 然后紧接着 我们设置这个 Object Aside 设置这个NumberCall的样式 它的样式 Style样式 是什么呢 它Style样式 宽度和我们这个外层的宽度怎么样 相同 高度是我们外层这个样式的什么 外层样式的一倍 是吗 是一倍了 然后再紧接着 再紧接着 里面的这个内容 里面给它做一个Position Position是一个ABS ABSO L-U-T-E 然后再紧接 设置Lab的是0 Top是0 对吗 那么这个 就放在那个里面了 然后我们现在先看一眼 打个比方 我现在给这个里面 设置它里面的InnerHTML 等于一个 等于一个什么呢 等于一个E 然后再有一个BR 然后再有一个什么呢 二 然后我们并且设置这里面 东西是一个什么呢 是一个TaxAlene I-G-N 等于一个什么 Center 是吧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看到这个里面的样式 就会 报道错了 看一下 这个InputHander 没干什么 没建立 我们先把这个函数建立起来 接受看 这里面是不是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是不是变成这个样子了 然后我们现在就让它干什么 向上移动就可以了 是吗 是不是向上移动就可以了 我们只需要当点击时 我们让这个值 我们让这个值干什么 向上移动 向上移动 注意 让它的值向上移动 那向上移动 我们就让它 我们现在给这个里面 我们试一下 给它里面做一个什么呢 做一个Transition All 一秒 可以吧 Transition All 一秒 Transition DR Transition All 一秒 先写一个正式动画 其实没有一秒 0.0.2秒 0.5秒 0.5秒 我们写在这里 给这个 谁加上 给它加上 是吧 给这个加上 给它加上 加上以后呢 我们现在就直接改变什么 当点击时 比如说当点击加号时 我们就让它向上移动 让谁向上移动 是不是这个NumberCon 是NumberCon吧 但是这个NumberCon 我也不知道在哪里 我在这个this当中 能知道NumberCon吗 this当中不知道吧 this是按钮吗 是Lab的BN是吧 没事我们可以这样 Lab的BN 点 NumberCon 等于一个 WriteBN 点 NumberCon 我们是不是可以有 给它们多增加一个属性 这个属性等于谁呀 等于NumberCon 看明白了吗 这个属性等于NumberCon 那我是不是在底下点加号时 我就可以调用 this.NumberCon 是吧 它的style style 点什么 top 就等于一个负的 负的多少 25px 等于一个负的25px 那这样我们看到的效果 就是当你点击加号时 是不是移上去了 移的有点大了 22px 22px 来点一下 又打了20px 是吧 是这样吧 20px 点击 20px 是不是还有点 有点高了 就先写成这样 但我们发现 这里面写的内容 写的内容和它刚好怎么样 可以干什么 可以重合 是吗 是不是这位写的内容 刚好和它可以重合 对不对 这位写的内容 刚好可以和它重合 如果里面原本就有值 我们会让这个里面的值 先等于什么 空的 当你点按钮时 我们先让谁为空的 先让那个 love的bn等于 先让这个里面的text等于什么 等于空的 是不是 等于空的 那我们就先让里面的input 那love的bn能不能调到里面input的 不能 不能 所以我们在这 叫用input等于一个 writebn点什么 点input 是不是 然后它就等于谁 input 是不是在这里 我们就让input原本那个值 input.value等于什么 等于空 是不是等于空 这个时候原本你里头如果有值的话 原本里头有一个1 是吧 然后我一点击加 说错了 input没找到 这个应该是this点input的 对吧 原本你里头有个1 然后我一点这个 看不见那个东西 然后当它运行上去以后 再干什么 是不是再能看见 是不是 但是这里使用transition 使用transition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使用样transition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发现是不可以解决的 对吧 那就得用啥呀 我们那天写 轮播图当中的那个 那个animation requestanimation来解决这个问题 那如果一写 内容就会 多好多 是吧 听明白这种思路了吗 然后当我们这个挪上去以后 再把底下这个DIV给它干什么 隐藏掉 然后把tax content 把input掉 value等于谁啊 等于这个值就可以了 记住啊 这就是思路 怎么解决这个思路 我在这里就不解决这个问题了 因为它是使用轮播图的 我这一写就多了去了 很多内容就出来了 咱们在这里就不解决这个问题了 听清了吗 你们将来自己下去解决 能看明白这个概念吧 好 那我这一块我就不解决这个问题了 也就是不让它干什么呀 不让它干什么 不让它有这个效果 听清了吗 不让它有这个效果 这个效果你要出一定是有介入别的东西了 所以我们在这里呢 把这一句给它干什么 都删了 把这一块内容都给它删了 那么抗也没有了 是吧 好 不处理它了 那就不牵扯这个部分啊 我说的 上次我说这些东西听明白思路了吧 跟龙博图是一样 只不过我们把它定位在它的什么 底下 然后input给它改什么 背景色改成什么 透明 听清了吗 现在我们这个input让它透明吗 不透明 听清了啊 现在这个input不透明 OK 那恢复到我们原始的这个样子 就长这样 它里面是有什么的 初始是有什么的 是有直的 对不对 初始是有直的 我们在这里把这个input.tax.content 里面值先给了 这里面哪一个东西写的不对 造成了这个值看不见呢 哪个东西写的造成这个值看不见呢 input.tax.content 这是input的 宽高边线左边右边 没有这个定位 love to talk 这个应该是value值 不是什么text content 因为它是一个内容 好 这就是我看到了 是吧 好 现在我们就普通状态 我们现在一点加号 这个值变成2 一点这个 这个值就变成1 那这个加号我们已经分辨了 是吧 现在我们是不是一点加号以后 这个input就要产生改变 那input我们在这里看 我这里写了一个 nob的bn.input等于一个 rad的bn.input等于一个input 那就意味着我们这里什么 this.input就是我们那个 是吗 它的什么value就等于一个 你不能直接假 因为这里面是字符啊 是不是字符啊 我们应该干什么 nob 转换this.input.value 怎么样 是不是加1啊 是不是加1啊 加1是不是付给它 然后这个底下就应该变成什么 减1对吗 是不是应该变成减1啊 听明白我说意思了吗 听清了吗 这样我们是不是去改变这个值啊 但是就思路是错误的 就是思路是错误的 永远记住我们做任何东西都是 先改变什么 先改变什么 数值 由数值影响改变什么东西啊 由数值影响改变什么东西啊 先改变数值 由数值影响改变我们的显示 听明白了吗 由数值影响改变显示 也就是先改变数值 由数值影响改变显示 好 那在这里我们可以这么写 可以这么写 我在这里写一个DNA DNA里头有一个值叫做STAR 它的初始值等于1 听清了啊 然后我在这里写了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呢 是针对当DNA产生数据改变时 我们要设置什么呢 STAR STAR NUMBER 值 但是注意这个STAR NUMBER 你不能直接写在这个函数里面 因为我们将来会有弱干个谁啊 这个东西 是有弱干个的 不是一个 我们在前面学过一个概念 说什么呀 说 哎 DNA可以有属性 那就可以有啥 就可以有方法吗 可以吗 可以 DNA有属性就可以有方法 因此我们在这里写了一个 DNA 等于一个Faction 写了一个这个玩意儿 注意现在不是面向对象 写法 因此我们没有办法解决面向对象 别睡了 别睡了 醒醒醒醒 把手撑开了 Sed 这里 当我们给DNA改变了Fact-Z的值时 我们让其中的input.value就变成了NUMBER值 并且我们让NUMBER值变成了STOP值变成了什么NUMBER值 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 DIV 也就是外容器 这句话 看清了吗 谁呀 最外的这个DIV 大容器 就是我们的看到这个东西 按钮当STOP的STOP NUMBER等于它 那么我们在这里更改时 就更改谁呀 就更改我们的Left-BN点 点什么 STOP NUMBER 看到吗 让它的值点 Site-DATE 有没有这个东西 有没有这个方法 是不是有 因为这个东西就是我们的什么 DIV DIV下面是不是有一个Site-DATE的方法 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代入一个值 是不是代入一个值 这个值等于谁呢 等于一个 它的值 干什么呀 加加 它的值 点STOP 加加 或者我们加加它 或者怎么样 它干什么 加一 这样能理解吧 然后这样我们底下这个就变成了什么 Z4点 这块不是Right了 是Z4 Z4点它 这个也是Z4点它 干什么 减一 减一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里面的值会不会发生改变 改变了 是不是改变了 这样写 为什么这样写啊 为什么不直接写个函数啊 因为我们这里会干什么呀 可能会创建若干哥 是不是会创建若干哥 那这里创建若干哥他们都干什么了 都累到一块了 还是 是不是累到一块了 对吧 我们现在把这个累到一块了 我们给它上面修改一下 修改成这个 修改成什么呢 R E L A T R E L A T I V E 作为一个相对定位了 这时候就不会累到一块了 对吗 我们来看一下 我点这个加号 它修改了吗 点这个加号 它修改了吗 会不会影响其他的 是不是不会影响其他的 看明白了吗 看清楚了吗 它不会影响其他的 也就是说 这个值就完成了我们对应的属性修改 感谢观看